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483集 叫我子爵大人 两个钟后 许清安踏出好气楼 站在楼底 闭目凝神片刻 毅然离开 离开衙门骑乘小木马 沿着宽敞到难以想象的内城主干道 快马加鞭的奔向刑部衙门 主干道宽一百多米 直达皇城 是皇帝出行时走的路 这种宽度主要是为了防止刺客埋伏在路面 一旦遭遇冷箭和刺杀 如此宽敞的道路 便能为禁军提供充足的缓冲时间 不多时呢 抵达刑部衙门 许清安远远的看见许二叔的身影 他披甲执蕊 应该是寻接的时候收到消息便立刻赶来了 许二叔被刑部衙门的守卫拦在大门外 两名守卫大声喝斥 其中一位伸手猛推了许二叔一下 他也不敢还手 亮强后退 怎么 一个小小的御刀位百户 敢枪闯刑部衙门 一名守卫指着许平智的鼻子骂 再不滚别怪老子动粗啊 练气静的许平智硬忍着 憋屈地握紧圈头 我是许新年的父亲 我有权利探监 另一位守卫嘲讽 科举舞弊重犯不得探视 这是一直以来的规矩 你这个不识字的匹夫懂个求 许平智确实不知道 科举舞弊相关的案子离他过于遥远 接触不到 那你们还问我要三十两 许平智眉毛扬起怒火如飞 我就坑你怎么了 这里是刑部衙门 你还敢动手不成 你动一个试试 守卫冷笑道 另一位呢更干脆 喝退一口唾沫吐向了许平智 许平智急忙避开 两名守卫是猖狂打笑 许二叔缓缓的吐出一口气 看了眼衙门里走出来的两列士卒 显然只要他敢在刑部衙门口闹事 今儿就吃不了兜着走 白白的把把柄送到了人家手里 滚 守卫屁腻着 呵斥到 哒哒哒的 突然急促的马蹄声传来 寻声看去 一匹矫健的骏马 急冲而来 悍然冲撞刑部衙门 撞向横眉树木的两名守卫 砰的一声 其中一位守卫避之不及 被小母马撞中胸口 重重的摔飞出去 挣扎了片刻 缓缓倒地 受伤不能再起 竟然 真有人敢在刑部衙门口行凶 明燕 许平志见到侄儿如实重负 呛的一声 拔刀声连成一片 衙门里的守卫听到动静 纷纷地持刀奔出 要把敢在刑部衙门闹事的家伙千刀万剐 可他们看清马背高坐的银罗士许七安后 一个个压活了 为首的守卫收回刀 抱拳 沉声说道 许大人 这里是刑部衙门 您要知道 冲撞刑部打伤守卫 轻则入狱流放 重则斩首 许七安不理 翻身下马 一脚踹翻那名腿脚利索 避开小木马冲撞的守卫 那守卫 哎呦喂 惨叫一声 翻滚在地 许七安摘下腰后的佩刀 拎在手里就是一顿抽打 刀巧抽打皮肉发出的闷声 让人心惊肉跳 守卫 惨叫连连 许大人 叫我子爵大人 守卫头目噎了一下 假装没听见 大喝道 你真当刑部没有高手 真不怕陛下降罪 不怕大奉法律吗 哼 你尽管放马过来 这点破事摆不平 我许七安在京城就白混了 许七安冷笑一声 挥舞刀巧继续抽打 那守卫最开始还能躲避 或抬手抵挡 抽了十几下后 双眼开始泛白 眼也一息 守卫头目咬紧牙关 握刀的手背 青筋战跳 却不敢真的 与狂妄银罗动手 当日斗法的景象 历历在目 许七安的声势还没散去 这个节骨眼上 等先人不敢与他硬碰硬 最关键的是 此人有免死金牌护身 纵然在刑部牙门口 大杀一通 最后也不过是 罢官革职 性命无忧 剑守卫还剩一口气 许七安白手 把佩刀挂回后腰 三十两银子 就当是两位请大夫的诊金 以及汤药费 出完起 他盯着守卫头目 进去通船 我要见许七年 文言 世卫头目没有拒绝 也没回应 用眼神示意手下 把两名伤者 抬进衙门治疗 深深的看了眼许七安 退回了衙门内部 恶请世卫头目返回 孙尚书有请 许七安把缰绳拴在了衙门口的石狮子上 回头招呼 二叔 我们一起进去 许平志沉默的跟上 两人进了衙门 穿过前院回廊 许二叔张了张嘴 想说点什么 但选择了沉默 守卫带着叔侄俩进了偏厅 偏厅的主位上 坐着穿飞袍的孙尚书 脸色严肃 面无表情的等待着 许七安抱拳 见过孙尚书 孙尚书目不歇视 眼里似乎没有许七安淡淡的开口 少了两个字 盯着孙尚书看了几秒 许七安弯曲了脊梁 以下级面见上级的语气抱拳 卑职见过孙尚书 卑职想见一见许七年 见到这一幕 许平志的眼睛突然有些发酸 孙尚书露出满意笑容 可举舞弊是大罪 家属探视乃人之常情 突然他画风一转 不行 许平志咬牙切齿 说完 孙尚书不再看书之俩端起了茶盏 在官场上话说到一半 主人端茶却不喝 代表着送客 不打扰孙尚书了 许七安转身离开 望着书之俩的背影 孙尚书淡淡说道 院子里有几根经条 听说许大人修成佛门金身 有没有兴趣试试 许七安投也不回地走人 许平志边走出刑部衙门边骂道 口娘养的尚书 还想让你背经条请罪 老子又是拔刀砍了他也不会答应 二叔怎么来得这么快 是你来得太慢了 我收到消息之后 便立刻回家 安抚你审师和灵月 结果呢 发现完全没用 就知道哭哭哭哭哭 许二叔头疼的说道 你呀 这事如何是好啊 许平志虽是粗鄙的武夫 但国子剑和白鹿书院的过节 他是知道的 来到路上 努力分析了一波 觉得二郎入狱 十有八九和这事有关 这件事非常复杂 二叔你先回去 我还有事要办 许平安不想浪费时间 跨上小木马 哒哒哒的顺着街道跑远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